這也是台灣 這個等於是蜜月期最短的一場 這個重大建設的房價的慘劇 對 沒錯 因為事實上之前大家都會說 這個捷運宅就是燙金宅 問題是這樣的一個定律 是在過去房市多頭的時候 它才存在 一旦房市是步入空頭期間 其實就是一個利多出境的狀況 那更不要說最新公佈的 積結延限的房價情況怎麼樣 三個字形容 悲情多 確實有兩個站有漲 林口跟長跟音樂站 它的這個漲幅大概是平均 是落在6%之多 我覺得長音樂會漲 所以真的老齡化 醫院指揮長不會跌 只要買在醫院旁邊 我覺得那房價最安全 對 沒錯 事關我也有同樣的一個感受 因為常常老年人 就差那30口 黃金30秒 你差那一口氣 那你住醫院旁邊 你會覺得你的老年的退休生活 真的比較方便 好 那其他沿線呢 各站幾乎都是下跌的一個情況 跌最凶的就是 領航站 領航站在哪裡 青埔嘛 青埔 對 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跌得很慘喔 2015年跌16% 去年又跌了15% 兩年跌三成喔 兩年跌三成喔 比買錯股票還要淒慘 好啦 那事實上為一個學弟 我跟你講其實買這種捷運站 觀眾朋友看到 那種名字取得慫慫的 什麼新埔站 基本上就地名嘛 那種地方 它這幾年漲得很多 你像什麼後山皮站 南港線我知道 漲很多 這種名字本來就不好聽 改才好聽的 通常就是泡沫 不好聽名字不要取 一般以為取一個好名字會改名 越想要的名字通常跌越多 反正什麼腳 什麼坑的 什麼譜的 基本上長最多 所以取名字真的很重要 他假如青埔站還不會跌那麼多 他改成領航站就跌慘了 所以為什麼艷麗叫艷麗 因為長得一點都不艷麗 我回過頭來講領航站 領航站他在青埔對不對 那事實上我剛剛講 我的學弟的故事 我學弟其實跟死衛一樣 精打氣算 台大經濟系的學弟 12月底在青埔買了房子 因為他有剛性需求 去年10月底 對 他在桃園工作 然後成交價格 我一聽我也是嚇一大跳 因為他有做功課 他說他看了所有 過去幾個月實價登錄的價格 樓層比他低的 平均落在22到24到25之階 好便宜 他買多少 他買20萬 所以他超開心的 他是那整棟社區裡頭 買最便宜的 所以他就跟我拍胸腹保持 他說學姐我不敢保證 我這永遠會是最低價 但是我買相對便宜 我跟你講另外一個例子 我在2008年 赤大海銷崩盤的時候 我這人不買股票的 但因為赤大海銷崩盤 我說股市又不是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我也末日了 所以我跟好朋友說 我們要買股票 買中華汽車 因為中華汽車那時候 跌到9塊錢 所以你不要以為你最低 才會有更低 我那時候是個邏輯 怎麼可能 這還原權資歷史最低 顏凱太成本都不見我低 結果顏凱太沒事 我會有事 這個青浦代表原本20萬 最後變12萬還是有可能 好啦 所以我只能祝我學弟 台大經濟系的學弟 祝他幸福 搞不好不見效很久 好 我們看其他各站的一個情況 其實山蟲跟新莊褲都心 跟泰山站 其他2015年都有漲 漲幅平均是落在8%到將近19% 那怎麼附近都是樹 其實 房子都乾不出來 對 那其實他們2015年都有漲 可是去年 他反而是呈現下跌的一個態勢 大概是平均是跌幅在8到14%之間 那2015年會有漲這麼多嗎 我想待會其他來賓 包括Sway等等 可以做一些相關的一個補充 所以事實上這整個 積結的捷運 沿線目前看起來房價的壓力 其實還滿大的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新莊褲都心基本上 你看中央一些單位也搬過去 可是事實上 到底起來起不來 因為新莊的交通建設 真的沒話講 我每年去新莊 或每三年去新莊 完全會迷路 而且但問題供給量實在太大 到底怎麼看 我告訴你 現在還是迷路 因為你去會被一堆房子 我去年不是看這一棟 今天還是這一棟 也沒有人住 今天也沒有人住 所以你迷路是因為房子的關係 可是因為新莊是蓋太多 然後再加上說 因為過去炒太高的關係 我一直講說 我有朋友是52萬買 然後現在只有47萬而已 然後47萬已經去年了 現在還賣不掉 那更多的是 其實有一個A字頭的個案 在新莊 上市建商蓋的 然後很多網友都開始問我說 我應該賣嗎 因為他們當初買 據說60萬 對 這台價吧 沒有 他們簽了60萬 那被坑了吧 那還60萬 很多人買 他們當初想說 我只要100個人買 這個房價就上去 所以60萬也敢簽 可是問人家現在才40幾萬 你是要怎麼辦 所以他已經在考慮說 到底他要10接15%斷頭 還是怎樣 我通通都給他律師的電話 所以你去找這個律師 律師電話 對 因為你去告訴我 看有沒有機會 不是給他禮儀公司電話 是給他律師電話 沒有 就是律師電話 不是律師電話 沒有機會 因為新莊還有得疊 還有得疊 是 林欣克這新莊供給力量真的很大 他交通界的時候沒話講 這個新莊這個副都心 其實改變真的很大 可是工業區變成住宅區 以前新莊斬片工業區 這供給力量一大 大起來真的嚇死人 是 這個我跟你講 他剛剛講會不會起來 我跟你講一定會起來 在這種地區來講 怎麼可能不起來 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但是當然這種地區來講 因為確實來有一些中央合署的 這些辦公室在那邊 然後來講 就像你講工業區也在附近 只要有工業區 就有住宅的需求 對 但剛好他只是就近在那邊 剛好 所以他的需求 覺得也有不錯 就像竹科一樣 可是 竹北也就有竹科 那工業區住60萬的房子 有沒有搞錯 對 所以我現在就講說 它不是科技園區 最主要來講 它的價位的問題 太高 價位60幾萬 當然你說他剛剛講 40幾萬 其實來講 在那個地區現在目前40幾萬 可能中古屋 那你說投錢來講 投錢重劃區 40幾萬那邊有 投錢3了 投錢3了 我知道有3 但是還在4左右 但是來講就是說 新莊富都新這邊來講 有一些來講 他確實他的建材品質 是不錯的 對 因為當初賣的貴 當初確實是買60幾萬 確實是有 那現在來講50幾 我跟你講應該都還守得住 只是說來講 確實現在目前那邊 你可能就要等 你現在市出量也不多 那邊其實來講 真的一個月成交量 就少 就不會超過這個手指頭 因為明天因為新莊 很多是中小企業主 這些中小企業主很有錢 但事實上上班族是在內科 內科就是高科基 新貴很多 這是完全兩種不同的消費模式 所以這個新莊房價很尷尬 中小企業主不見得會住 40萬 50萬的房子 一來他們就幾億 他住台北 可是你說那些無辜工業區 可能我們講說薪水不低 跟黑手 電梯都被挨得黑的 60萬一坪 怎麼住得下去 那邊不見得都是黑手 他這個房價很尷尬 人家裡面上市公司也有很多 上市公司老闆住新莊 也有 確實有 因為我幾個朋友在無辜工業區 他也有住那邊的 對啊 因為那邊等於講 你新莊來講 或是說新版 這新莊板橋來講 你板橋來講 八九十萬 你可能覺得太貴了 是 那我就可能就買在新莊 付出新 其實整個大環境還是不錯 是 你過個幾年你就知道了 但最重要的是 他很接近台北市 對 所以我說他一定是會起來的 新莊有錢 他不是郊區 滿清時代新莊就有錢 因為新莊以前有鐵路 官方你知道嗎 鐵路不是走板橋 是走新莊 所以新莊的開市開鋪 比板橋還要早 所以有錢人很多 可是有錢人買這種房子 50萬20萬 感覺就怪怪的 那我們持續觀察 可是我們看現在房價就怪了 因為事實上 這個價格的一個下跌 事實上 就變成有問題 因為真的這個 機場的捷運 新莊付出現 反正房價一跌 什麼問題全出來 對 而且最主要是噪音 真的現在已經有居民出來抗議說 太吵了 對 我們看到機械現在是試營運 然後下個月就要正式進入一個 正式的營運期 不過像三重區的成功里的里長 就出來看了一個記者 他就說 機械在環河南路 書宏東路附近的轉彎處 他雖然有設置一個全照式的隔音橋 就是照起來 對 可是目前看起來 只有可能是因為設計不良的一個原因 對 產生共振共鳴的現象 就變成加油棒 沒錯 反而是讓你的這個 就是噪音是加成 就加油棒 對 所以噪音現象更為嚴重 那居民住了 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那像夢想街的一個固定來賓 季鴻 他家就住在附近 我就特別請教他說 他說那你家不會覺得很吵嗎 他說好厲害 他白天有在上班 所以他白天上班回家之後 他覺得還好 可是呢 對 可是問題是呢 如果你白天在家的 比如說老爺爺 老奶奶 本來就已經腦神經痠弱 你再哄哄哄哄哄哄 其實真的對當地居民來說 身體會造成負擔 所以這邊就有一個案例 許先生 他前年的時候就來看房子 他剛好看看… 就看到三重這附近 那仲見人員就介紹了一間房子 跟他說 這附近剛好呢 對面就是快要完工的機場捷運 我們常常說 這個積結通車之後 房價一定保證大漲 你要不要趕快買啊 而且呢 這房子才剛釋出 許先生聽 對啊 那趕快買 不然就被別人搶走 所以他就立刻附訂金簽約買下來了 結果沒有想到搬進去 大家都知道春年期間在試營運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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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真的很吵 許先生變成一場惡夢 就連呢 幸好大年初 陪老婆回娘家過年 他就乾脆不回來了 就一直住在娘家 那因為實在是太吵 他就決定要把這個房子 做賣掉的動作 他就先拿去市場上估價 就房仲業者一估就說 因為你們這個噪音 都已經見爆了 所以你們房價怎麼可能會漲 這房仲好壞喔 林興哥代表房仲人講的話 你們房仲都那麼壞嗎 沒有 絕對不是 對 他可能聽錯了 他可能聽錯了 對 好啦 但是這個房仲業者 就跟他說 因為你是噪音 因為都已經見爆了 所以呢 一定要起碼 下手一重傷 否則不會有人來看 因為這個事情鬧太大了 對 而且現在好像是 一直都不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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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